请问师傅 一个人他眉毛的形状粗细和浓密程度 对个人运势有怎么样的影响 如果通过化眉改变一个人的运程 什么样的眉毛会给人带来好运 什么样的眉毛会 倒挂眉毛就是给人家倒倒霉啊 倒挂眉不知道啊 眉毛没有往上翘啊 但是眉毛离眼睛太远的话 这个女人很凶的 眉毛太细的话这女人没权 听不懂啊 眉毛当然有关系啊 你画上去的东西当然对你也有影响啊 因为你要每天画成这样 你把眉毛画得很粗 你当然有权利了 人家会看见你怕得有权利的人 你每天画两条眉毛画得像扫帚一样 扫把一样这么粗 你跑出去人家都怕你了 明白 我假幽默笑话你怎么笑不出来的了 两根眉毛像牙刷的话 你说这个人权利肯定有的 很凶的女人 你看将军眉将军眉都是很粗的 这还不懂啊 傻姑娘 那我们就是可以通过化美貌 改变自己的运程 对啊 你修心补像嘛 对不对 修像 把这个像给他改了之后 心也会改变的呀 善良的人总会有善良的脸的呀 但是你看有些女人 虽然弄得了好像他自己觉得很漂亮 但是猛一看就这个胸像啊 很多女人一看那个一样子就很讨厌的 很多女人讲出来发出的声音都很讨厌的 听不懂啊 懂了 好